看似專業的教練卻疑似火同 中研院擔任邊審的妻子 鎖定退休研究員任乾爹繼承財產 他就是遭鎖定的中研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誠信退休學者 已經高齡80多歲 鑽研北亞中亞史 在學術界頗具盛名 任了乾女兒差點陪上老本 任乾爹夫妻黨先是取得了 餘姓學者的千萬房產之後 又任了誠信退休研究員當乾爹 把他從隔壁條帶過來居住 由包妹親自找上門來 不過在檢方的部分認為 在偽造文書 妨害自由 以及詐欺取材的罪嫌 因為罪證不足 不起訴處分 陳先生跟余先生 是不是可能都是會有這一種 任藝籍 玉泥這一種 原來李姓中研院女邊審 跟蔡姓體操教練丈夫 七年前任了余姓學者當乾爹 四年前去世後 夫妻黨以藝子名義繼承 位在中研新村的千萬房產 去年顧忌重施 編審任另一名全姓退休員 當乾爹 卻急著申請收養 並轉走存款26萬 中研院副院長起疑 找來親屬找人保住財產 陳研究員他有打電話 跟我們黃副院長說 他認養了一個乾女兒 中研新村鄰居早有耳聞 相互提醒就怕再有遭乍疑慮 我們認養行為 他是有功利的行為 還是有給他的行政處分 鎖定年脈退休學者 藉由任乾爹名義 等著繼承財產 手法曝光 即便是臨地檢署不起訴 還是走道道德譴責 繼續講話 何慧榮退報道